已經超過一百年的家紀公園 市政府也宣佈說 要開始開始徵修 在這裡是從十一月 設置開始 公園不能排隊 早前已經有警察在那些人 不僅是信用看到的 如果準備好就去開堂發展 在起時的家紀公園 很多時間會來這裡運動 公園是較多的地方 有一些麻煩會在這裡賣農產品 來運動的時間 要回到處境前 也會順序賺一些菜 但是今天開始 自己市政府要以公園管理 主題條呢 要求這些團團在開公園 來公園這邊的那些農產品需要的話 這個疫情的關係 他們也沒有什麼工作做啦 給他們賣好啦 家紀市政府 之前才宣佈要花兩千五百萬 修正家紀公園一些失筆跟環境 現在要求這些團團 在一月離合開始 不可以再在這裡擺打 在時 市政府認為跟警方 也來到現場 要求團團離開 來公園這邊的那些農產品需要的話 應該可以跟我們這邊來接洽 然後我們輔導他們到正常的那個市場 有民眾支持市府的作法 也有民眾動情突破 市政府表示 雖然這些檔案對住在附近 是大了很方便 但是按照家紀市公園管理 主題條例 公園裡面就是不應該有上的行為 還要時刻看要安裝 福德家的團團 讓他們找到合法擺檔的地方 記者林慧霆 家紀報道